一辆从树林开往花莲的自长号 金船火车上有蛇 经过列车长紧急通报之后 包括宜兰花莲两例消防队员 全部的派员来处理 那么列车准时到站之后 果然就在列车上发现了一条蛇 躲在车厢暗处 最近请联系者吴宇宗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消防队是拿着器具和手电筒 不断在厕所里面翻找 因为不久之前 这辆列车上金船有蛇出没 我们来看一段当时在火车上的画面 就在今天上午10点多 一辆从树林开往花莲的自长号 列车长在车上发现有蛇出现 长度大概是20公分左右 在走道上不断的爬行 最后还跑进了车厢里面的南厕所 列车长是紧急通报了宜兰火车站 更找来了消防队要来抓蛇 但花了9分钟 拆了厕所内部的部分基建 仍然没有发现它的踪影 因此当下列车长是先封锁了厕所 列车仍然继续往花莲开 而就在列车进站花莲之后 消防队是立刻上车抓蛇 最后是将这只小蛇 逮捕装进了这个布袋里面 也才结束了这场火车上有蛇的惊魂祭 那以上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1 2 2 2 3 3 3 4 感谢观看